那我们现在去看 这是不是往下的三角形可以进行资料的筛选 可是在这个地方有看到 这个不是耶 这是是不是中间有两条直线 然后分别两个箭头往外 这意思就是它是table 它是table是什么意思 我点一下它 就是这里面它买了这些东西 好,我先关掉 就是它这里面有东西 所以我点它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是不是有 Create Time Messenger Connection ID ID不就是这一个吗 所以不要它 然后Messenger是不是这一个 你重复出现两次Messenger没有意义 好,再来Create Time 这个所以也关掉 所以我只要Connection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哦 不想各位能不能理解 我们现在即将连进去一个图形化资料库 在Nozicle里面图形化的资料库很重要 好,我去年我也送出 今年我希望开那个图形化资料库 它做整个资料库是很棒的 你想哦 脸书 脸书 你知道脸书有多少的用户量吗 那这么多的用户量 它要快速的方便任何人去搜寻资料 它用的技术就是图形化资料库 好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兴趣 也许我会今年继续提这个图形化资料库 是什么 明年我就希望开这个课 因为每一个局处都会有很多的资料库 都有很多资料库 都难道不用做整合吗 有一天我就提出来说 请问一下我们的预防保健是一个资料库 成人见解也是一个资料库 然后什么小朋友也是小朋友的什么注牙 一个资料库 视力保健又是一个资料库 难道都没有人想到说 我们应该是不是以人来做 就是居家关怀 我们应该以家为单位做居家关怀 这个时候我可能就要去拜访这一家 他该做的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预防保健 是不是一并的去做调查 这样不是很好吗 可是是不是要把很多个资料库 并在一起 可是现在大家都不并在一起 是不是都各自独立 就是这个问题啦 社会局也是啊 到每一个局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提出来说 那一定要用一套 好用实用的一个整合性的资料库 好 那这个资料库呢 你看连脸书都在用 Brave的database 将来一定会流行起来 现在都是用那个什么 关联式资料库管理系统 relational什么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现在都是用什么 RMD RDBMS 以后会慢慢的都改 因为它速度慢 它速度慢 这是它的最大的缺点 搜寻资料的时候速度慢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变成说 我们其实有一个资料 跟另外一个资料 好 它透过 它透过这个 相同的这个可能是ID 来去做串联 好 那我现在我只开connection 我开了connection之后 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这边我可能要先缩小便 我只看五笔或十笔资料 请各位稍微见谅一下 然后我只是 我的意思说 你就去看那个 我调查这十笔 谁最常来按赞 就是我的铁本是谁 你想不想知道 我就想知道 你了解我现在做什么事情吗 只有网红才有铁本嘛 对吧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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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这里面 因为不然它等一下会越跑资料 要花越久的时间 所以我先把我的这个资料 message 我不看全部 我先把全选关掉 我只看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吧 我我只看十 十个 理论上你们要全部哦 只是为了我和上课方便 好 我的贴文应该还蛮多的 好 确定 你看这样是不是一下就跑完了 然后接下来 刚刚是不是打开这个connection 好 接下来要再继续打开 是不是我可以打开什么 like like 好 他把其他的都叫做comments 例如说 那个 因为脸书只有赞 对不对 好 所以 所以那个 还有留言啦 这叫留言 好 我现在就不 不开那个留言 ok 像例如说 有人身体不好 我不会去按赞 我只会留言 例如说就会留言 例如说 他说他流感 他得了流感 他中奖了流感 好 那 我就不会去按赞 我就只会留言 说保重之类的 对吧 好 那我这边 我就直接点like 确定 你看是不是就直接跑完了 再接下来 那是不是 我不要开别的 我不要开他的ID 因为他ID 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作用 因为这是微软 这是脸书 脸书公司 他们自己做出来这个ID 好 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object link 好 我也关掉 我只要name name就是 那个使用者名称 好 直接点确定 它的意思哦 你看哦 现在这个时跟这个时 是不是一模一样 然后接下来 这个人 因为我现在是用人 我用like 是那个人 所以变成了一模一样的 所以变成说他跟他会看到是一 这边是一样的 可是请问他按赞的时间跟他赖荣坤按赞的时间不一样吧 对不对 还有就是他的ID跟就是赖荣坤先生的ID一定也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啦 真的不一样啦就是你再把它打开来 不过没有这个ID其实连看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去看 反正重点是我只要知道最近谁常来按赞 就是针对这十篇我的贴文 谁最常来按赞 是不是马上就会知道了 对吧 是不是 我就可以 例如说 假设我要办一个活动 就是铁粉 我一看就知道哪些是我一定要通知到的 对不对 因为我通知到他一定会来 因为他他很支持啊 可是如果那都不会来的我何必通知他 好 我就全部都做完了哦 做完我是不是就点这个首页里面的关闭并套用 关掉 你们不用过滤你们的那个贴文哦 我实在是太多贴文了 所以我才用那个那个过滤 我只取了十篇 好 你看这样子的话 我的资料是不是会多了一个这个 就是这个文章 你看这全部都一模一样 这代表什么 这几个人认为好 可以吗 这几个人来按赞 那你去看真的会有些 像例如说这个十分钟制作APP什么的 你看这么多人来按赞 好 那重点是这么多人 我是不是就可以分析出来 谁是铁本 对不对 好 换你们来去做了 知道脸书在分析什么吗 我现在讲铁本 就是另外一个名词 就是小三是谁 不是吗 还有 请你们一定要记住 那个按赞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真的 按赞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按赞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因为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讲三遍 你看哦 我还可以知道我那些铁本 什么时候来按赞呢 我还可以从中调查出来 我的铁本 它什么时候来按赞这件事 这算不算是行为模式分析 算吧 我们现在就来算算看这个东西 帝哥 帝哥